整个蜡笔小星亚克力滑起来啦 又到处年啦 今年啊 各位我准备给小伙伴们 来点不一样的新年预约 新的一年 全带子要要到 咱必须的安排上 这封面上 还有超超的 这一匹的死鬼门 快来看看 快进 你们有好多小灵灾的声音啊 要不会和封面上的一样 你的带子 一个真儿端端端端啊 拆开这种 抠出来 拜托啊 这只鬼门怎么表情这么大 难道是因为 他的全带子 一只远快点了吗 小伙伴们另外一个得了 准备 哎呦猫呀 这一只只要是个大宝箱 这一只小星把组成大宝箱 都给偷来了 对了 来来来来来来来 没有给你撕下 好这样啊 这玩自料自料的 没多多所谓呢 也来试一下 后来的表情唱得更辛苦了 放下小脸条 这样就可以抓到光光上了 最厉害的超大的亚洲力百件 技术上还能辅助攻影呢 让我来帮小伙伴一下吧 哎 现在有两个 哇 好像反转一样啊 差点没看出来 表面还有一层膜啊 这不然你太透亮了吧 把小脸给看下来 打篮球 小脸也这么下来 哎呦猫呀 这一只要画的是啥呀 这取配跟的过程很简样啊 先把最大的黑板给放上去 这主角肯定要转周间 小脸要放在各个边上 感觉这只小脸 应该是承担最乖的学生了 我就在小脸后面吧 喂喂小脸 做过的上课 一个直接打扰他 好吧 给小脸来点零食 这是谁啊 这上课都还在玩蓝球 这所有人都在外面偷看就算了 小鳄鱼竟然还出生气啊 还是别让你俩凑到一块去了 小鳄鱼远一点 再来个爆炸对象 你能感觉这刻很脑红红的 一个认真听错的人都没有啊 对不对啊 这除了可以当成一个场景之外 还能做个手机之下呢 这样看电视机就方便多了 最后一个 那边小型关于魔法术 都是吧 打开里面间有这么多东西啊 好多人还终于走四天啊 我的小脸鱼竟都快起飞啦 我先把这些透明的压刻鱼上面的魔都给撕下来 这魔真的真的超级啊 吃完魔咱们再来把压刻的小零件都给抠出来 小零件全都抠下来了 我这里有一个小粉丝 还有一个水晶挂扣 以及一些小工具 现在要正式控制作魔法术啦 先来个透明底板 再把透明的边框最准卡孔 再把浓浓的亚克力线圈都给搬上去 都快摘不在啦 把透明罩搅上去 自己表的小螺丝 把它们给固定上 固定好以后 绝先摇 它都不会掉去了啦 把树叶纸张摘上去 再摘上最后的面板 把透明给扣住 再挂上蜡皮小鑫 还有人类用载小葵 对啦 还有水冰珠子 也摘上去 登登 光影魔法术就摘下了 据说它在光上面能投出彩色的影子啊 来看看是不是真的 我真的有彩色的影子啊 好魔法呀 现在有魔法一样 太美了 这个本子里的每一页 都是到底小鑫的图案 还有一张可拆下的透明的门格页 不过我最爱的 还是它的妖妖封面 你能去抽选 一位简单关注的小伙伴 把我身手做的亚克力本子 和吃下场的银 包一个给你 简单给你更好的美伴 感谢大家